213位马波茨基志工花了7天走访15间华小和7间淡米尔小学 为孩子们发放校服 志工还帮忙学生修剪头发 让他们能整齐地到学校上课 师兄师姐他们为他们理发那些什么 然后让学生可以感受到这些 其实他们是有人爱的 会去照顾他们的形象 茨基志工走访校园时 发现许多学生因为家里的各种状况 而穿着破旧的校服校鞋来上课 因此决定配合幸福校园计划进行校服发放 这些小孩子真的是经济方面有一些困难 我们有调查过就是有好多学生 他就是只有一套校服 所以有你们这一套校服 我相信能够帮到他们很多 每位学生拿到两套校服 两双白袜一双校鞋 让他们能每日替换校服保持整洁 在减轻父母负担的同时 也激励了学生 若果育若负负责 他能够负责 他感觉有助力 他感觉有助力 所以就差比较整齐一点 让自己更有自信一些 我有一套教育 我能够帮我 我能够帮我 我能够负责更多 职工的祝福 减轻了父母的负担 也让孩子的求学路不再孤单 谢谢你们 大新闻西日平 夫心仪 马尔西亚报道